知音难求 知音难求 是不是 老师我记过很多 难得有这样子自信的人 你知道 我待这十年了 可能成年这样一个 至少你说的话 我听起来 很欣慰 说到点上 就是把脉 把完我的脉 说我的病情 基本上和我的症状很相似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 这也是你多少年 在教学的这个 舞台上 也增加很多经验 在说你在寻寻觅觅 你至少能听得懂 正确的声音 好听的声音 就像我们喝茶 苦不苦 色不色 炒了菜咸不咸 辣不辣 对不对 不要太辣太咸 这个 我觉得听歌 每个人都可以当听神 好不好听嘛 这个女生长得漂亮不漂亮吗 气质好不好 其实大家都在装闪 因为错误多了 大家都闯红灯 闯红灯照样是拍照片 一秒钟两张 你过吧 这个裙胆不行 所有的人 因为这个说错误的方法 几率太高了 90以上 你现在不是我们这样讲话 不像我这样讲话的 不管主播 不像我们这样唱歌的 都是错的 这样就这样 因为我也不是我发明的 我也是多少年跟老师学的 在舞台上自己修炼成的 这样子一天演四场 才不会压嗓子 才不会停摆了 他们很多人歌星 等了一年 唱一场 哑了 一个礼拜好不了 我们每天每天都要演 那要哑了怎么办 一次受伤就好不了 就是恢复不过来 方法很能量 唱歌就是方法 方法来自于什么 要带老师学 学好了以后 还有你的修养呢 你认为这样很好听 那歌星认为它这样子很好听 它不用学 这就是个错误 是吧 来 再先张嘴 你看我们养人习惯 一张嘴下巴就不动 你看我任何时候 不管绕口铃 还是唱歌 一张嘴就是习 习惯 像一个鸡在 啄石一样 搭搭搭搭 动上面 下巴不动 很重要 你动这个关节 这个关节 很快就算了 但是你动的是这个 脖子是不是 对这个关节有力量 是不是 这动上一百下没事 那你动这个 十下就抽筋了 压关节 和我们的颈椎 我动的是这个 所以 你猛就很吃亏 你动的是下巴 而且你动下巴 身体走舌面 没有走头枪 没有走上 上口盖 声音有两个通道 一个是后脊椎到头顶 一个是分一个岔出来 到前面这个 硬口盖骨 就是牙床的这个周围 这个很有力量 这很重要 歌星是顺着舌面走 你能听见这个响吗 这个响 你能听着牙关节在响 因为你们平常张的是这个 对 我们现在张的是 动着头 这样 等于一个人这样拽着你的头 这个没有人教 对不对 你以后教学生 再开学一步就这样教 在这学一学 再教一教 我希望真的希望能够 把这个正确的东西 拿出来 舔盘子 尽量的把舌头 往后背 拉着两个筋 一个舌头里有两个筋 就像一个举重背 有两根筋铃在顶它 它就起来了 嚼上去 我们这两场 一个7号 一个14号 下来以后 差不多有上百人 80人以上 可是真正能够再继续求学的 看热闹的人多 那这就是没办法了 可怜不了它了 它今天看到我们正确的东西 看到我们了 它也不追随我们 它认为笑一笑 一笑大方 那就没办法了 我也救不了你 神仙也救不了你 你就烂到底 都想上舞台 都想出名 都不去磨刀 都不去苦练 都不去修行 只想想 现成的 我觉得这真的是 一个悲哀 是不是 都想着是不是有心探 导演到我发现了 就凭个小眼袋 行吗 眼袋再好看 看多了就腻了 是吧 你要是演出好的戏 唱出好的歌来 上压床是脚的 下压床 脚过去 来 脚肉馅伸 伸 能伸多长度伸 伸出来 舌仙伸出来 对 就是 最后我们做饺子馅 刀齐齐 先把舌头软化 舌头太僵了 把舌头 再继续嚼一下 闭着嘴唇 上吹腰腰 容太多大 太多大 太多大 把口水腌上去 这五分钟的糙就是这样 喬喬下巴 以后 没唱一句都这么松 故事谈也很松 所以我说话就这么松 我沾光了 您吃亏了 舌头也湿 吸气 这膨胆了以后 吸下去,吸下去,我每次什么都可以不带,有力带着,一定吸下去,都放松了,这个喉头才放松了,它喉头要下降,你不下降在哪,是这样,横根膜要下降,横根膜下降了以后, 唱歌的时候,再给大家说,今天一个新的内容,在嘴巴里含一口水,嘴巴太往下了,流下去了,嘴巴,头太干,太高了,咽下去了,要保持在嘴巴这个水平衡,有的人低头头上, 有的人抬着,比如说像殷正阳,费雨清,这两个是典型抬着头上,是不是,老师外奔风站的,很简单,他要是和我交过朋友,我就说你把头低下来,把头降下去,要站到山上往下上,而不是站到山下往上上,看到没有,这样就紧了,二十,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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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拉拧,你不是推剑,你要靠这个反弹的力量把剑射出去,他们是推这个剑,推只能推个五米,这一射能射两三百米,知道吧,很容易站到山上往下唱,坐在飞机上往下看,鸟看俯看,像鸟一样飞,找虫子,在树上找虫子,他们就,所以唱到五十岁,就风仓了,再继续唱,就不行了, 吃青春饭,你像我们是越老越会查,就是说,就像一个老的代理权一样,你看他干嘛瘦的老头子,像李峰山老师,那他要打个年轻人,那简直他打三个都可以,他就用的是内敛的东西,你不要过来,你过来我借力实力,是不是,我用你的力量把你打了,这就厉害了,是不是,老摩身算,老江湖了,我们也是老江湖,对不对,你看,我四十岁,三十岁的事情没有现在好啊, 大家听过我原来的演唱,是大本嗓,仗着自己,壮,有力量,没有唱不牙的嗓子,没有正确的方法都唱不牙,对不对,现在知道吧,所以那天吹出纸条,很多人都说,你吹不动,吹不了动,我们睡, 你先听我这空着,你就知道我的力量有多大,听我了,你就没这么大声音,一个男生也没有这么大声音,就这么大的废活量,废活量就是汽车的排气量, 这样,三千兮兮,六千兮兮和一千两百兮兮的,不能比吗,一千两百兮兮不可能跑三百公里,那发拉力,三千六百,六千兮兮的,就能跑到三百公里,是不是道理,这样,积了,一兮就在这, 就像一个乘双杠一样,这样,把身体引体向上, 隔行是大拉丹杠,这样,这样拉,这是错的,我们是,这样拉,哎,他们是,把横胳膜往上提了,我们是双杠这样, 啊,胳膜下去了,身体起来了,横胳膜下去了,身体就弹起来了,知道,很重要,他们用反,他们是在推键,我们是拉键, 很重要,啊,看着大家都觉得很聪明,都觉得不傻,可是为什么这么喜欢唱歌,这么说话,爱说话的人不来跟我学学, 这不是费用的问题,他看不起我们,他以为他们很对,很会,那就完了, 永远不失金香玉,这就是悲剧了,给你来了,上帝来了在面前说,可以拯救你,一说,我不用,下一次就没机会, 上帝很忙,七十亿人才要忙,对不对,他要转圈来,是吧,全世界这么多人他都要顾着,他跑到你这儿来跟你说说帮你忙,你说算了,完了,就像乾隆一样的,下江南, 他帮你深渊,你说我不用,我等皇帝,他就是皇帝,完了,天子来了,你不认天子就完了,是不是那道理, 对不对,对不对,七七也是,你要理解我这个话,我把我所有看家都给,七的时候是, 是,七的时候就是,卷发头,胖大卷,出的时候也是, 大卷,但是又是,七的时候是, 这什么意思,这一撞到声带里,声带就是走一声, 啊,啊,你说说又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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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啊,气是直的, 直六电只能在气场上用,交流电才在我们的公寓里,宿舍里, 这是110度,我们吸的时候就说,出个声,又回来了,看,从这里,我一个口诀,你说过了没有,要想绕梁三周,先绕自身三周,声音不要急往外推,先在自己身上缠三圈,再给观众,记得啊, 你们都急了,自负自回,声音还没形成了,馒头要蒸半个小时,结果就拿开看看,把气跑了,再这么说了,一定要耐着心,等到21天小时就才出来,等到半个小时,等馒头一摸摸,像皮球一样,一吃很软,记得啊,你们把烧急,声音还没有形成,你们就推出去,半成体,缺一个脚,不是土, 土字如猪,你们是土字如石灵石,玻璃茶,一下就把关子扎着,就在网上是珍珠一样,记清楚了啊,打哈欠就是吸气,打哈欠, 唱歌就是,唉,叹气,就这两经气的,我说的话啊,说话一会给大家讲就是,打哈欠就是,就是吸气,打哈欠,生奶油,闻香水,闻闻香花,啊,香水百合,玫瑰花,月记,玫瑰,都是很漂亮的声音,这样, 呼吸气,滑气,直到吻,昨天發声事都打哈欠,肯定不是哦,肯定是吸气到背后,绝对不可能小肚子出来,是吧? 这个,大家不用再争论,说话就好,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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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y,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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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叹气的方式去唱歌 这就叫做最高的阶段 用吸着唱 吸着唱就是我现在说的这句话 拉着从歌我唱 唱完了,这一句再回来 再拉,再说话,说完了再回来 你们是帮着推,不要推,要帮着拉 好,我们现在练的声 练气是很舒服的 我们现在不光是练声音 练气就是练身体 声音从这儿起,气从这儿开始起 从尾巴骨开始起,往上走 在这里形成声音 声带从这儿下降 就是气,声,嘴在这儿咬字 把整个都下降到这里 而歌星把声音整个嘴提上去 推到前面来,在这儿说话,在这儿说话 错,我们要把它嘴巴长到后背 气和声音在这里调和,或凝土在这里调和 这个初步作失 generally 就是水泥场 咪咬尾巴哀哀,咪咬尾巴哀 咪咬尾巴哀,咪咬尾巴哀 不要动位置,声音不要动 咪咬尾巴哀 就像我弹琴呢어� Speaker 我可以动我的剑和琴 像排石一樣 不能動 聲音的指點也是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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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走拍籃球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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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這個點 都在這 不要互相互相 不要像坐船一樣 不要像坐的那個司服列車一樣 噓噓噓噓噓噓 高鐵 打开 通空松 身体要松了没有 松起来 把自己都膨胀起来 像发的豆芽一样 漂亮 发的面粉一样 这么小一碗面 第二天过来 把身体膨胀起来 都是松的 下巴松 口条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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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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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把条 流声机没有电 上手手 没有弦了 手工的 都是松的吧 这个地方 像酱油酸 一定要打开它 你把这环拉 这个地方 是否切 就成为这个模糊状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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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变 这叫咀嚼,嚼着 也叫哼咪,记得哼着 哼着出声的叫咪 哼咪,哼咪 声音发在喉头的下方 哼咪,哼咪 声音要在声带的下方也清晃 哼咪,哼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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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来就 哼咪,哼咪,哼咪 哼咪,哼咪,哼咪 哼咪,哼咪 摟着上去 哼咪,哼咪 哼咪,哼咪,哼咪 哼咪,哼咪 哼咪 哼咪,哼咪 哼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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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这样抖音啊 下巴不要用力啊 一定要用屁股去用力 要用后腰去用力 就是不要太用力 把使气都转移到这里 你今天成怀你可以知道 我唱歌有多神力气了吗 多松了吗 你就学我这松 我真的没有什么本事 我就松 可是要想松下来 就是理念问题 你警惯 你平常就松了 手上车根本就没松过 我现在就说 这个要松下来 你不松怎么开车啊 一会儿找火了 松下来 这就是手上车 这手上车 下巴也手上车 舌头咬牌子就过来 停车的时候 你再把手上车拉上 不唱的时候就放松 就这样 你说一说要开车来 你现在手掛上档 就要把手拿上车松开 没没没 没 喂 嗯 嗯 嗯 要开始注意自己的筋 啊 你现在嘴巴已经不歪了 真的要给你拍拍手 真的是受叫啊 如此受叫的 没有人跟你说 你就一直在用力 我不管你往哪边歪也没关系 就是不用力他哪里不歪 他想歪也歪不了 你不去开钥匙车子跑了他见了鬼了 是不是 你不去打钥匙车子怎么会跑 是不大理 你一动 你现在不用再注意这几个劲 这个地方我猜的 这个地方我猜的 往下走 气往下走 才能把声音定上去 气从这下去 你要打气 这边一打气 轮材才出来了 一打气 轮材才高了 把气往下打 声音就定出来了 一定是这样循环的气 是不是这道理 根本与这儿都没有关系 错了 是从身后的下去 从这儿上来 咪咪咪 咪咪 一定要学抖音 如果你会唱歌 不会抖音 再学抖音 就让我拉提琴 不抖音 再学抖音就很难学了 就在学的时候 抖音就要一直开始 再拉练习曲 你不要学咪咪咪咪 等拉凉柱的时候 准形猎物,从这出来,枪管从这出来 标尺,准形猎物,靶子,三点一线 神射手,打破了,是不是啊 从这里上,再下来 三,一 往里面 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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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又闻叉嘈,下来,从这上下来了,从这又上去了 气从身体下,后背下,从后背下来,把气血顶上来 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上歌去了,咪咪咪,你看我不动就是,咪咪咪 自然里放上,连一个手指头都放不进去 那不行,枪,这叫口枪嘛,这叫胸枪嘛,这叫头枪嘛,这叫鼻枪嘛 就这几个枪嘛,能打开的都打开,四,来复 练声 很多人唱一辈子歌不会练声 当了一辈子主播不懂什么叫练声 我到民室去他们都没练声 这好可怕 不暖身直接上场踢球了 那不是扭到筋了 不行的 要暖身嘛 暖嗓 你听到这里吗 你中音不好就没有高音 你低音不好中音不好 一环套一半 地基都打歪了 一楼都歪了到十楼已经塌了 四点半 这次我来台湾时间见到一个第一个好学生 没有 真的 你今天能来 我就在看你 今天能来 这才是把艺术当作第一声音 很多学生都会说 老师唱歌是我第一声音 第一声音 说起来第一声音 男朋友才是第一声音 赚钱才是第一声音 学生乐 第八声音 第九声音 不要来背靠 不要拿行动给我看 不要嘴巴说 我想这舞台 我想在美光灯下 一一发光 可以吗 那个多惨 你没有这本事 灯一照 什么都没有了 你没有这本事 灯一照 看到没有 我哪个地方都会动 这就需要松 我们唱到第五 直播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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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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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过太久 鼻的嘴 嗯 不变 你 endure here 从脚 Olympia走 啊 ビ 妈妈妈 从脚星起来 从脚心上 从脚心带去穿进来 从脚侃 脚跟 怀 重 那就是脚跟,从脚跟,气从这里顶出来 你现在脑子想着,两个脚跟有两个这么粗的鞋 顶出来,气住,气从脚跟下来,从这上 再下去 对了,知道了哈,意念想象感觉状态,模仿我的声音 好,五点半,讲人 叹气,舒服,好舒服呀 顶天立地,顶天立地 秦续的变化 放风筝 这样子放线,这是收线 我们是放线 放声歌唱,是不是 要放声歌唱 不交接的 我不用说,一定是豆三者的 我底边要弹一个鸭蛋,要张嘴枪 打开嘴,歌星没有打开嘴,都是咬的哑长 错,不要理他们 不足管吃 吃点青春饭,转三五年 回家看孩子去吧 前十四分之中 从这先下去 从这上ene,记清楚了很可以 今天 TJ %7 把两个脚跟钻两个洞 这两个洞是什么 你是练过太极的,对不对?要顺着骨髓往上走 顺着骨髓往上走,到头顶 看六 顺着走 不要想着身体往高,越往高一的时候越往低 不要想着拉长,对 越到高一,越变了 管子也变了,对了 很好 有点点滚 在加密尾 等下 再想一声 扶你吵心 再哭一声 是否可以 轻轻的 那钓鱼竿最细的一笔竿子 那才是之前的笔竿 从底下第一节 一直到第七节 第六节 第五节 第五节 第四节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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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合成的第三节 三分的力气 三分的声音 只要三分 你们现在都唱到七分以上了 太多 太多 太累 好像 想想 听声音先响出来 出到一个亮的声音 最亮的那一点 就是焦点 所谓的焦点就是糊了的焦 拿一个放大镜对着这个纸上 对着太阳光 刚好的地方就是正好是最细的那个X 这个纸就找了 我们声音也是 把气和声配合到最佳状态就是 来 开心一声 这声音也稍好 想一下控松它 哎 舒服了 打开 声音要从曹雅里出来 看 这就是海西 听着这 这就是两个点的刀 放这样的 细着唱 好 坐 好 坐 拿手清了 好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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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